耶律贤召见了安芷,让她务必劝芷末吃饭喝药,若芷末活不下来,她就必须去陪葬,安芷的到来还是让芷末重拾希望,她愿意努力活下去,处理完芷末的事,耶律贤决定放任自己一次,她连夜出宫去见萧艳艳,刚好艳艳想起二人有约,正在九四等她,耶律贤终于放下紧绷的自己,她痛哭后便醉酒睡着了。 醒来后,耶律贤看着一旁的艳艳,内心无比满足,芷末有了安芷的照顾,恢复得非常快,耶律贤便为了芷末,求主上为二人赐了婚,但太平王还在提防芷末,他将眼线塞给安芷做侍女,更是安排处理,成为了胡姑典的驸马。 耶律贤得知纸婚事件后,他让韩匡四帮忙以养病,逃过纸婚,却意外得知,韩德让忙着和萧艳艳定亲,很快,胡姑典与纸末共同举办婚礼。 耶律贤举杯祝贺二人,希望他们能幸福一生,说完却突然晕倒了。 韩匡四前来为耶律贤诊治,他告诉主上和太平王,如今耶律贤的病情不乐观,需要搬到离宫暂时调理一段时间,主上硬了下来,但太平王左思右想还是放心不下,他想断了耶律贤这一支的后死,如此一来,他们这支便不足为重。 耶律贤让韩德让帮忙约见萧斯温,还问起他关于家国天下之事的看法,韩德让信心天下,他愿为了耶律贤的大业,白死不悔。 耶律贤希望韩德让能够记住今日这番话,无论将来如何,他都希望韩德让陪他走完这一条漫长的大辽改革之路。 另一边,乌谷里怀孕两月有余,习尹得知此事后心情若狂,乌谷里想立马告知二位姐妹,可习尹却将她拦下了。 重九归隐,你们要好好地照顾好王妃,否则的话,拿你们试问。